今天我要請教董事長一個問題 就是我在寫論文的時候 或者是即便我現在在跟朋友們討論的時候 都會有人問 哦那你去西藏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我說不是我是去印度 那他們就弄不清楚 為什麼會有兩個西藏 你可不可以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一般說到西藏的時候 他其實現在把這個名目弄得非常的混亂 比如說中國說的西藏指的是西藏自治區 那歷史上滿清的時候指的是西藏 很多時候指的是西藏三區 國民黨時候指的是西藏地方 指的是現在比西藏自治區很小的一個地方 而當西藏人說西藏的時候 它會有兩個概念 一個是西藏三區就是現在中國所統治的西藏的地區 包括西藏自治區 然後其他畫到四川雲南甘肅青海的十個藏族自治州 還有兩個自治縣等等的那些 它是傳統的藏族地區 它並不是西藏人遷移過去然後才變成西藏 它是歷史上只有文字記載 以來它就是西藏的地方 西藏是那些地方的原住民 另外還有一個在西藏人的觀念裡面 西藏還有另外一個是西馬拉雅山的南路的那一塊 因為以前西藏有阿里三圍 阿里三圍的時候他們的很多地方 比如說像現在的拉達克 那是西藏的一部分 像現在西馬拉雅里面的好幾個縣 它以前都是拉達克的一部分 然後再到尼泊爾的大概 尼泊爾的人口有兩千萬 它裡面有百分之十左右 就是兩百萬左右 它是講藏語的 它以前也是西藏的 所以歷史上西藏人把他自己曾經統治過的 或者曾經是自己一部分的 這些也被稱為西藏 但是現在那些都變成是另外的 比如說屬於 有些屬於巴基斯坦 有些大部分都屬於印度 還有一些屬於尼泊爾 然後還有布丹 布丹也是從西藏分裂出去的 所以以前的西藏 就會有這些都也都算成是 在很多的西藏的史書裡面 把這些都算是西藏的一部分在介紹 那現在所說的兩個西藏 你問的應該指的是 現在中國統治下的西藏 和流亡在外的流亡藏人 那流亡在外的流亡藏人是1959年的時候 南農南馬和中國的合作沒有成功 然後流亡到境外的 因為1950年 其實在1950年的之前 1949年的時候 中華人民共和宣布成立的時候 中國政府這樣宣布以後 西藏政府的外交部 就給中國政府寫了一個喊 外交喊 然後我說恭喜你們 在中國的內戰已經結束了 希望你們能夠控制你們的軍隊 不要越過邊界 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們西藏很多地方以前被中國政府所佔領 這都是國民黨政府佔領的 很多地方被佔領 那個等你們的內戰結束 證據安定以後 希望能夠 就這些歸還這些領土進行交涉 結果中國政府沒有想要去交涉 而且是派軍隊直接就說 毛澤東所以有一句話叫 解放西藏一早不一遲 據說那個時候毛澤東是在俄羅斯 俄國的路上 直到西藏外交部給他們發了這個喊的時候 就提出這個 所以就開始入侵西藏 那入侵西藏的時候 那西藏那時候軍隊 大概加起來的軍隊 大概七八千人 所以西藏人其實已經有很多年沒打仗了 最後的一次仗是1930年打的 跟國民黨軍隊 那時候西藏已經敗了 在那後面就沒打過仗 所以幾十年都沒打過仗 所以西藏人其實已經沒有作戰的能力 所以他把幾千個軍隊 都按照上千公里的邊界線步伐 所以每一個地方他的軍隊只有十幾個 其實就是警察了 邊界警察而已 所以解放就那個打過來的時候 當然勢如破竹 一下就把藏軍打敗 打敗了以後就強迫西藏人簽訂了17條協議 所以承認西藏 回歸到祖國的大家庭 然後中國就列了很多的條文 那如果看17條協議 除了西藏的主權從那天開始會貴中國以外 其他的西藏還是維持嚴重的樣子 所以很多人都說西藏應該算是 如果那時候那天開始西藏算中國一部分的話 那就是中國的第一個一國兩制 因為西藏的制度完全是維持原來的制度 中國政府不參與不干涉 所以在西藏 中國的人民幣在西藏沒有用 西藏人拒絕使用人民幣 所以西藏人還是用西藏的藏幣 就像香港後來用港幣一樣 而且西藏人以前他承認的是中國的銀員會承認 所以中國政府把從國民黨那條沒收的銀員 剩下的全部都送往西藏送不夠 他還把那個銀員的廠 中國以前生產銀員的工廠已經關門了嘛 重新開機 重新把那些儲物拿出來再鑄造 鑄造大量的銀員 所以一箱一箱的往西藏運 所以西藏人的感覺是中國軍隊 哇 怎麼會有這麼多銀員 他們會說共產黨到西藏的時候 你營養像下大雨一樣 就是非常的多 不好意思 但這樣的統 這就是統戰嘛 統戰以後呢 他覺得差不多的時候 他就開始修建公路 所以所謂的清藏公路 或者說川藏公路 兩條公路一起修 1954年修通了 1955年就開始進行民主改革 然後56年西藏人就跟他們打起來 在四川、青海、雲南那一帶的藏人就先打起來 然後西藏自主區的昌都地方已經打起來 打進來以後呢 當時在達蘭喇嘛去印度的時候呢 就達蘭喇嘛想要留在印度嘛 避難 那時候中國政府知道 中、中、中、南 在達蘭喇嘛在印度那些中、南來了三次 勸達蘭喇嘛回去說我們不會改革 我們不會做任何的改變 還會繼續尊重十幾條協議等等 所以達蘭喇嘛回來 結果回來以後他其實並沒有遵守 到1958、59年的時候他就繼續要推動 58年的時候他在西藏人的地方 很多地方推動人民公社化 那人民公社化推動的西藏原來的 所有的東西都荡然無從 所以1959年 當中國政府要求達蘭喇嘛去 中國的軍營看戲的時候 西藏人全部都反抗 為什麼會反抗呢 因為1956年和1958年 中國政府採取的方式是 邀請西藏的各個地方的部落的酋長 或者地方官員 或者寺院的喇嘛 大喇嘛 或者宗教領袖 或者是地方有名望的人 他都是把所有的人都給你分給什麼官職 然後請你去參加會議 或者是要求去會餐 要求去吃飯 要求去參觀 看看祖國的發展 總之他用各種各樣的名義 把這些人 就像 比如說他要開那個人代會議 人代代代表可以參加會議 其他不是人代代表的 他就不會參加會議 那就請他們來吃飯 再還有剩下很多 那就請他們去參觀 總之在那個時間等 他就把這些人全部都請出去 然後在同一個時間 把這些人全部都抓起來 一窩端 這個其實歷史上 中國跟西藏的很多戰爭時候都有過 但是這次他就是這麼做 所以說從康居和安多東勒康來的藏人 他非常地知道中國會在動手以前 他先會把宗教領袖 或者說西藏的領袖給抓起來 所以說1959年3月10日 中共邀請丹拉朗馬到軍營的時候 西藏人一看就馬上就緊張 就知道這是中國要動手了 所以那時候幾萬名藏人就跑到 把諾布林卡包圍起來 拒絕讓他阻止丹拉朗馬去中國的兵營 去看戲 這樣事情一來就丹拉朗馬也去不了 然後人民就開始自己組織起來 然後就開始組織抗議啊 或者遊行啊等等 然後中國也就開始備戰 備戰以後到了2月14號 17號 17號的時候 中國政府就有一枚炮彈落在了 諾布林卡丹拉朗馬住的下宮裡面 所以丹拉朗馬算卦以後就決定逃亡出去 逃亡出去 所以從拉莎逃出來 逃出來 那時候西藏的南部地方已經有油脊隊 西藏的油脊隊被佔領嘛 所以丹拉朗馬通過西藏的油脊隊的 他們的地盤往印度方向去跑 跑掉了 跑掉了以後 中國政府就開始鎮壓在拉莎的藏人 所以說10號發生這個衝突 17號他中國政府就鎮壓 丹拉朗馬大概是14號 14號那天離開的 14號或者15號離開的 然後17號就開始鎮壓 那一鎮壓那藏人當然是被那個大炮轟的 死傷了很多 中國說的是七八萬人被打死 總之就是血流成河 實際如善的 中國政府在很多的時候都把它作為戰機 拿出來 但是那西藏人就損失非常大 那這樣以後呢 西藏人就開始跑嘛 那因為在那之前 西藏其實有好幾個地方的藏人都在抵抗 但是丹拉朗馬一跑 西藏人的軍心就崩潰了 因為以前丹拉朗馬在 大家覺得我們還有贏的希望 大家還有那個戰鬥的決心 但是丹拉朗馬一跑 西藏人從宗教的角度 他就認為丹拉朗馬是什麼都知道的 既然丹拉朗馬離開 就表明我們會輸 那會輸那就打著沒意思 所以整個就崩潰了 所以南部的地方都往印度跑 所以就變成是有八萬多西藏人跑到了印度 其他的被中國就封鎖邊界 所以說沒有跑出去 那其他在西藏近年 所以死傷非常殘忠 到從1950年到1978年之間 在西藏的人口的損失 就基本上在120萬左右 大部分都是在戰場上的死亡 或者被抓起來後 死在那個集中營裡面 因為當時被逮捕的 就是被抓活的 被逮捕的或者在街上抓的 所有的人幾乎 幾乎是95%以上的 都死在監獄裡面 沒有活著回來 所以只要被抓等於死亡 那他們抓了非常非常多 抓到比如說像我們的家鄉 幾乎有三分之一的女人 因為這種原因而死亡 藏軍的士兵身亡 其實他就是藏軍的一部分 所以說西藏人在逃亡到印度的時候 印度人給予了西藏人 西藏人所期待的或希望的所有的一切 所以我們就在印度留下來 定居下來 但是我們在印度還是 留亡藏人的身份是外國人 所以我們的在印度的居留圈都是每年 一年前一次一年續前一次 我們都還是在坐著回家等門 所以已經有70年 所以就形成了另外一個 印度原來是沒有的地方 形成了一個由留亡藏人所組成的西藏的社會 這個社會代表著西藏的宗教文化 以及西藏民族的未來 包括西藏的政治或國家的法通的緣曲等等 所以說很多人說西藏其實指的是留亡社會 而不是指中國統治下的西藏 所以就會有兩個西藏 對 所以各位觀眾 兩個西藏呢 一個是在中國政府中共統治下的西藏 這個西藏不是只有西藏自治區 還包括周遭的藏人 大約有600萬人 那另外一個西藏是1959年 八萬到十萬個西藏人民 跟著達爾瑪尊者就是出走逃亡 流亡到印度 在達爾沙拉成立的 以前叫做西藏流亡政府 現在叫做藏人行政中央 在印度大約有10萬人 10萬個流亡藏人 然後呢 也有一些流亡藏人 有機會就到美國 歐洲 還有台灣等國 這樣加起來大概5萬人 沒有 不止5萬 可能更多 大概有個 加起來 兩邊加起來大概有20萬左右 OK 所以大西藏 大的西藏有600萬人 然後流亡出來的到世界各地 以丹沙拉的藏人行政中央 作為西藏民族的陣統 對 大約有20萬人 所以這是兩個西藏 PUBakra,許多軍か 即時藏人堯